肚皮舞 肚皮舞的精髓在於音樂和身體動作的搭配 兩者物不可分 不同的音樂類型就會搭配不同的舞蹈動作 所以仔細聆聽音樂就成為了 學習肚皮舞不可以缺少的部分 肚皮舞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會伸出像你這套紅色的練習符一樣 會露出肚皮和會比較貼心 也很方便同學可以展示動作之餘 導師都可以更容易看到同學的動作有沒有錯誤 再出一些指示 我想問一下表演的服飾有甚麼不同 表演的服飾就像我身穿的表演服 都穿了很多配色和流蘇 就會比較華麗和舞台感比較重 當然會比較性感 有時我們會穿褲去演出 肚皮舞不只是裙子 褲其實有時我們會有些舞蹈 我們都會想有些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們都會穿不同的顏色和不同的類型 有些像美人魚一樣包著臀部的設計 或者也有一些會散開的設計 每條裙子都有不同的質地去造成 有些會用沙 有些都會用其他質料的布去造成 跳舞出來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明白 顏色方面通常都比較鮮艷 我們都會選擇鮮艷的顏色表演服去演出 因為感覺就會比較開心 搶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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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突顯臀部的一些擺動 或者同學都會很有顏色感 那肚皮毛的妝容有甚麼特別之處 肚皮毛的妝容 大家都會看到 多數都會在眼部比較濃一點 而且眼線都會畫得比較長一點 眼睫毛都會用一些比較濃密一點 而且很長的設計 去突顯眼部很有中東的韻味 如果在我們本身的土耳其風格裡 我們就會多數用一些節奏感比較強一點 而且比較輕快一點的樂曲 雖然叫做肚皮毛 但舞蹈動作其實絕不限於腹部 反而很講求全身協調 初學者可以學習幾個動作 鍛鍊好基本功先 譬如腹部震動、震肩、臀部或八字等等 只要打好基礎 跳起肚皮毛自然更得心應手 就像這班同學一樣 那你有興趣嗎? 看起來有興趣 它不是很有興趣嗎? Daha像是有興趣的 那你覺得跳肚皮舞,既然身體每一個部分都會移動的話,算不算是一個減肥的方法呢? 如果持止以恆經常練習的話,其實都可以修飾到我們身體的線條 就好像我這樣,我懷孕完生緣不太久 自從修飾後,體重下降得比較快 就是靠跳舞去減肥嗎? 是的 肚皮舞只有女生學男生? 其實在中東的國家,他們都有很多男性的肚皮舞者 所以其實男女,或者什麼身形,什麼年紀都很適合去學肚皮舞 他們是在平常中的肚皮舞者 對於是製造的,你會不會有更多的 我會不會有更多的 但是,我想我會不會有更多的 我會不會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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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